大家好 我是李云飞 20年前农村人打破头都想去城市摩发展 现在大部分人都想放弃城市优越的条件回农村发展 社会经济的发展永远是循环式的 早在2014年马云就投入了100亿元来打造千线万村计划 那结果很多人说马云的农村电商没有做起来 但是2018年4月17日阿里巴巴宣布与惠通达公司合作 并再次投资45亿元 加大农村物流配送的力度 所以说马云农村电商布局上没有失败 只有更进一步 马云没有放弃农村市场当然也有他的道理 毕竟农村人口8亿多占全国总人口数的一半还多 是未来很大的一块财富市场 顺丰也开始市场下沉 全国铺开的网点乡镇达到1.3万个 相当于全国约40%的乡镇 那随着城市经济发展越来越饱和 市场竞争就越来越激烈 那在城市发展的空间也就越来越小 那反而现在农村纷纷搞起了新农村 新经济 新电商 新媒体 正所谓财富风口 无处不在 那未来这四个行业一定是农村财富的聚宝盆 我们接着往下看 第一农村电商 2018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1.37亿元 那同比增长30.4% 2019年预计突破1.6万亿元 那据了解 2017年农村网络店铺达到985.6万家 全国已经有4000多个电商村 那农村电商未来市场越来越大 其次呢 各个电商平台均在大力的扶持农村电商 快递物流公司也在纷纷的下沉三四线城市 那这些都在为农村的电商得以快速发展 提供有力的帮助和支持 那再加上现在农村 无公害 无污染产品 越来越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和认同 那未来农村电商肯定会越来越好 那第二农业大数据 那随着农村电商经济的发展 农业大数据的重要性呢 就会越来越明显 马云说过 未来谁掌握了大数据 谁就掌握了未来 那大数据在农业上 可以精准的提供农副产品 是哪些人群在消费 消费年龄结构如何 那消费城市所在 以及消费人群的其他喜好等等 那打个比方 通过大数据 我们可以分析出 购买山东苹果最多的 年龄结构人群是哪些人 那同时还可以分析出 那么购买这些苹果的客户 同时还喜欢同类型的哪些产品 那这样农民啊 在种植农副产品的时候呢 就会做到有敌方式 做到市场所需 那农业大数据在未来会帮助农民 从渠道商到消费者 再到种植产品 每个环节都能够得到全面的掌握 那从而呢 富人农业生产 第三 未来农场 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农场发展 阿里巴巴也在做区域性的尝试 阿克苏市呢 已经携手阿里巴巴打造苹果种植的未来农场 阿里巴巴集团运营专家张自由说 未来的农场将会充分的利用到物联网和互联网加技术 那通过对当地的地形气候土壤灌溉条件 以及果树品种等数据的抓取 沉淀和计算分析 那提供一套最优的啊 种植方案 那从而提高苹果亩产量以及商品合格率 在源头上提高品控管理水平 那同时作为一种全新的销售模式 消费者还可以在互联网上实时的看到 未来农场的种植状态 那真正的实现苹果的产地溯源 那所以呢 未来农民种什么 怎么种 种出来怎么卖 卖给谁 那这些啊 全部都是由互联网大数据来决定的 那想想 未来的农业生产都标准化了 第四农村自媒体 农村网红巧妇酒妹 一位普普通通的山村农夫啊 那足不出户便为大家卖出了农夫产品 八百多万金 那为呢 一千二百多户农户和贫困户增收四百多万元 那网红尼紫漆的出现 让我们更是看到了农村原来有这么美 同时也造就了他上亿的身价 未来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农村达人 三龙达人 那借着自媒体这股风和农村得天独厚的条件 那迅速崛起 那未来农村经济将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神话 那社会的经济发展 总是循环式的发展 那我们一味的在追求城市繁华美景的同时 我们却忘却了我们本已身在美景中 好了 那今天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见